Yu Ma'ai 家人们 圣诞蒙恩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与今天的特别的圣诞崇拜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我们的林寒辉老师 在正道之后 Pastor M即将带领我们一同守圣餐 在这之前 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你们听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我听见有赞美神的歌声 是颂赞神将他的独圣爱子耶稣 赐给世人做救主 Hallelujah 让我们一同与众天使同欢庆 这大好的消息 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心身旺 恨点灵的平安道 圣人自后能和好 心起地上众胜利 相迎天上赞美神 天上平和乐欢腾 基督将生活离合 听那天使高声唱 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心身旺 基督奔有神心香 基督愿世永远亡 今在末世从天降 神与同女成人装 神心穿上血肉体 高尘肉身和奥秘 感恩作人同仁主 提马内使耶稣 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心身旺 欢迎天来和平旺 欢迎共赢的太阳 带来生命与良光 世人复活一人赏 曲继别下他荣耀 将生旧人面世王 将生世人的重生 将生世人能高声 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心身旺 废称 荣耀归之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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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章让我们一起来拍首 一起来赞美敬拜之天 folding 那些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 因为他赐给我们耶稣 他的独生爱子做我们的救主 这是大好的消息 Hallelujah 荣耀 荣耀 荣耀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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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高盛 牧人有何的喜悦 快乐歌声不休邪 有何心寻甘心圈 激发歌声没能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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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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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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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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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之高盛 荣耀 荣耀 归之高盛 让我们再一遍地唱 天使歌唱在高天 美妙歌声天庆月 四周山林发挥声 相迎天使欢乐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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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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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母人有何大喜悦 快乐歌声不休闲 有何喜讯更新鲜 激发歌声美难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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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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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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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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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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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前来归拜同神长 基督救助心身亡 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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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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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高盛 再来一遍 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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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祂是我们最美的礼物 爱上卡片围绕过路 笑容在人们的脸上 能够洗了装饮风花球 爱我能力 爱我天赋 在前爱之外帮回救赎 早日救命 救命了 救恩归虚 正是主耶稣基督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上说的光彩城中 我醒不出歌颂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带着永恒的意识多 也是世界的地理物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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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声多响亮 叮叮噹亮 叮叮噹亮 这是主耶稣基督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上说的光彩城中 我醒不出歌颂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上说的光彩城中 在这永恒的意识多 也是世界最美的一幕 叮叮噹亮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叮叮噹亮 在这上说的光彩城中 我醒不出歌颂 叮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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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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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噹 叮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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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我们已经看了整个预言的前半部 我们谈到这个儿子这个孩子的降临到底为我们带来了怎么样的喜讯 今天呢这个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看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到底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基督有万名之上的名 他的名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 但是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知道一个一定的背景 当时在一世纪可能在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习俗里面 人的名字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的名字不是只是一个我们说我们的称呼啊 我们彼此的称呼啊这类的这类的用法 在旧约里面名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我们先要知道两个部分很重要 当我们说他的名字的时候 在一世纪比较接近呢是我们所谓的封号的概念 他的封号 但是第二个呢我们要记得哦 当我们看到比方说以赛亚本身 以赛亚的名字其实是耶和华是救恩 但是这个名字不是在说以赛亚是耶和华哦 他只是在说以赛亚的生命将显示出神是救恩的 所以我们要以这两个背景呢来看 当时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谈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到底这一个基督这个耶稣来的时候 他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成就 他会做出什么 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这个婴孩的名字告诉了我们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赛亚的这个预言 后半部 我们看了前半部了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后半部这样说 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侧氏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在这个预言的背后 当他提到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名称的时候 他的封号的时候 到底他在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 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 耶稣的名 耶稣万民之上的名 第一个名呢 第一个事情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 从他的名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 就是耶和华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的一生将会带给我们 当会彰显神的大能 还有他的智慧 耶稣的到来会彰显神的大能和他的智慧 怎么说呢 当我们看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些名字呢 是一对一对的 他的第一个名字这样说 他的第一个封号就这样说 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这个背后 这个背景在讲什么呢 因为当时测试的概念呢 就是有点像我们所谓的 军师这样的概念 它会带来智慧 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是怎么样的 全能的神 的意思呢 就是他的生命会彰显出神是大能的 神是有大能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当这个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将会大大的彰显神的智慧 还有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他就透过了他的教导 还有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 让当时的人呢 完完全全的看到了 神的智慧 还有神的大能 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 路加福音这样说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 耶稣诞生过后 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 强壮了起来 充满智慧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充满着智慧 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所以他在教导的时候 时不时就有很多人说 哇 这个人到底从哪里得来这些智慧 哪里得来这些教导的权柄 同样的我们看到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 当施洗约翰 还在犹豫说 到底这个耶稣 是不是我想到找的那个弥赛亚 到底他是不是那一位的时候 耶稣这样回答了他的门徒 你们回去 把看见的 听见的都告诉约翰 当时约翰在坐牢 所以他出不来 他又担心说 哎呦 道高了 我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当时耶稣就说 你们回去 让约翰知道 你们所看见的 你们所听见的 这些是什么呢 他就说 瞎的可以看见 婆的可以走路 患麻风的可以得到洁净 龙的可以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听 耶稣就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弥赛亚呢 你看我做的这些神迹奇事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了神的大能 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在这一世 在服事的时候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了神的智慧 还有神的大能 所以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就这样说 犹太人看见的是绊脚石 外族人看见的是愚笨的 但是对那个蒙昭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基督就是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得救的人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 就完完全全的看到了神的大能 还有神的智慧在那里 所以当时弥赛亚 弥赛亚书的那个预言就强调说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会让我们清楚的经历 神我们所敬畏的这个神 是一个这样的神 是一个有智慧的神 是一个有大能的神 他不是一个无能的 他不是一个无知的 他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 匆忙着大能的 所以如果我们回去说 那到底对我来讲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而且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完全的完成他 所要的他的旨意 比方说我们在今年的过程当中 对很多人来讲 今年的圣诞节 真的是很不一样 因为可能我们在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你习惯了 每次圣诞节的时候 可能你都出国的 12月的这个部分 你都会出国 去逛街 去赏灯饰 这类的 但是今年的圣诞节很不一样 所以你在回想圣诞节的时候 可能对我们的当中 有些人就会这样说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到底神在做什么 而我们当中很有可能 有一些人也开始 对神产生了疑惑 说到底神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为什么整个全球 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神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拯救我们 耶稣的到来 告诉我们 神是有智慧的 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看不清楚 神在做什么 我们看不清楚神的计划 但是完全不可能否定的 就是神知道 他这整个事情的背后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在完成的是什么 神有能力完成 他所要完成的事 所以耶稣的到来 给当时的基督徒 一个强行真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当时的动荡是怎么样 教会被迫害 他们都深信说 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 是一个有智慧的神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同样的 我们信的同一位这个神 也是一个有智慧的 他知道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国家 在全球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完成 他所要完成的旨意 所以耶稣的到来 让当时的信徒 让我们安稳的相信了 这样的一个神 这个就是当时 弥赛亚耶稣的那个名字 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他的属性 他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属性 一个大能的神 一个有智慧的神 可能在整个疫情当中 刚才我们提到 可能在我们的很多人的生命里面 这一个期间呢 我们正需要听到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 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不同的事情 可能我们在展望 2021年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呢 就开始说 我不知道我下一年会怎么样 但是你不管下一年会怎么样 不管你看得到吗 你要记得 我们一定要握住 我们这样的一个神 神是有智慧的 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 神一定有办法带领我们走过 神一定有祂的能力 可以让我们完成祂的旨意 所以第一件事情 耶稣的名称 耶稣的这个封号 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属性 第二个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 它的名字记得两对哦 所以第二对的名字呢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这第二对的名字 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 他诞生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所以让我们看到 他来的时候 将会为我们带来永恒 还有和平 他来的时候 他会为我们带来永恒 还有和平 以赛亚书的后半部 他这样说 他的名称 开始的时候是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后面的两个名称的两个封号呢 告诉我们 耶稣他来的时候 他将会是永恒的父 他会彰显神的永恒 他会带来和平 他是和平的君 他会带来我们生命里面的和平 所以当时的人 记得当时的人 对他们来说 国王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 但是这一个封号 最特别的地方 不是那个父的部分 而是永恒的部分 对当时的人来说 国王不是永恒的 但是这一个弥赛亚 这一个特别的国王 来的时候 却会给我们带来永恒 他也会为我们带来和平 他会为我们带来和平 所以让我们看到 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他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 他诞生了 做了事工 上了十字架 为了就是透过他的受难 还有他的舍命 为我们换来了神的救恩 神的永生 还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 所以这个就是神 耶稣来的时候 给我们的工作 这个弥赛亚来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圣经 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十三节就会这样说 我把这些事 写给你们信 神的儿子之名的人 我写了这么多呢 这么多的提醒 这么多的安慰的话 为什么呢 约翰这样说 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 自己有永生 为了这么多 我们写了整个福音里面的事迹 为了就要提醒大家 让大家记得 在最后呢 我们是有永生的 耶稣的到来 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十八到第十九节这样说 这一切 就所谓的一切 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耶稣 借着基督 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 透过基督的这个工作呢 在十字架的工作 他使到我们和他和好 并且把这个和好的职份 赐给我们 使我们也使到这个 就是神在基督里 使世人和他和好 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 并且把和好的道理 托付了给我们 所以 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到来 为我们带来了 与神之间的和好 与神之间的关系 已经被和好了 而且我们也必须把这个 使人跟神和好的福音 继续的传下去 所以当时 他的这个名称 就告诉了我们 其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了生命里面 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当然很多时候呢 人一般上会看到的是什么 人很多时候 往往会注意到的是 我们属世的一些事情 比方说我们担心 我们今晚的饭怎么样 我们担心明天会怎么过 我们担心明年的展望 我们担心我们的事业 我们担心我们的家庭 当然我们圣经不是说 这些担心不对 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 耶稣的到来 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生命里面 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真正重要的 其实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和好 还有与他共度这一个永生 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耶和华 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让我们争取到 这个新的一个灵命 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 弥赛亚的这些名字 让我们知道 其实耶稣在两千多年前诞生的时候 他的名字 他有拥有万民之上的名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来的时候 彰显了神的智慧 还有神的大能 他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智慧的 是一个有大能的神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 有足够的能力 有足够的智慧 带我们走出我们生命里面 所有的困境 再后来呢 他的名字也让我们看到了 他为我们带来了 我们生命里面的永恒 还有我们生命里面的平安 所以耶稣就是因为这样 为我们带来了我们这些的工作 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就会这样说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他让我们看到了 让我们给了我们这个他的独生子 赐给了我们 叫一切 叫所有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记得 整个圣诞的意义 弥赛亚的诞生 耶稣基督的诞生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的到来 看见了我们的神 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让我们安稳地知道 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 也不止这样 我们纪念的 也是他到来 为我们争取了 我们生命里面的永生 还有与神之间的和平 因为神拆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神派他的儿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不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 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圣诞夜 当我们再重新的 记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做的 所代表的 我们回想到 原来我们记得 所以我们每年才会庆祝圣诞节 我们每年回到这里 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为了就是要记得 我们还记得 我们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吗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整年的一些经历 有一些难处 有一些困境 我们就开始忘了 我们的神到底是有怎么样的神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问题 还是我们在想很多担忧的事情 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定在了一些属世的问题上 我们忘了 其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争取到了我们最需要的 就是我们的永生 还有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 我们忘了这些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整个疫情当中 我们的喜乐就慢慢的缩小 一直说一直说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了圣诞的起点 让我们重新的记得 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一个有智慧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大能的神 今天我们也记得 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什么 祂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永生 祂为我们得到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 所以今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可能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呢 可能对你来讲 福音意味着什么 圣诞节意味着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我们要回去 我们要记得的是 我们还记得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吗 我们还记得 我们生命里面的神 是怎么样的神吗 所以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把整个时间 我们要交托给神 我们希望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着祂的名字 我们又回顾 我们又记得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 福音为我们带来了 我们的永生 还有我们的平安 Amen 这时候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 一起来守圣餐 守圣餐是耶稣 祂束缚我们 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祂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告诉我们 保罗说 我们要如此行 并且要审查我们自己 才来守着圣餐 我们一起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保罗如此说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叶 拿起饼来 掰开住圣餐 这代表着耶稣的身体 今天我们一起守圣餐 我们纪念耶稣 并且我们审查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一起来守着圣餐 耶稣掰开了饼说 这代表祂的身体 这破碎的身体 就是要使到你我得医治 不只是身体得医治 我们的灵性得医治 我们跟人的关系得医治 我们跟家庭的关系得医治 我们在教会也得医治 我们跟国家之间也得到医治 这时候我们凭着信心 我们来吃这饼的时候 我们向神献上感谢 我们一起来守着圣餐 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 这杯代表着主耶稣所留的宝血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不易 洗净你的罪 洗净我的罪 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得洁净 我们也不被定罪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我们的罪 我们也不定人的罪 我们也不定我们自己的罪 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 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得赦免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一起来喝这杯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差遣独生儿子 来担当我们一切的咒诅 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更加相信 耶稣你在十字架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医治 你所受的鞭伤 我们也得平安 谢谢你 今天医治跟平安领到我们每一个人 你所受的刑罚 今天我们领受这平安 你所受的鞭伤 我们领受我们得医治 灵里面得医治 我们身体得医治 我们地也得医治 谢谢你耶稣 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当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心 去领受的时候 我们相信必然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赐福给我们 身心灵都希望 灵魂体都健康 神得而你一起说 Amen 上帝赐福大家 Amen 感谢赞美主 这时候我们只要收取今天的奉献 今天的奉献跟以往的奉献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大家请注意了 因为Amen 在每年的圣诞节当天 所收取的奉献 我们都会用来祝福 一些慈善机构或集团 今年我们也不例外 今年我们要祝福的是 The New Charism Mission 新颂恩宣道 中途之家 他们也为我们带了一个短短的影片 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服饰 这些高压扇 记得我的厕所 以前我没有能够进入 自己的自由 我被选择到厕所 的肩膀 我已经在厕所 有9次进入厕所 但现在 我走进厕所 为一位教授 也为一位教授 我们做了一生 但我们做了一生 为何我们给予 嗨,我的名字是Dawn 我建议和总监 总监的 The New Charism Mission 我曾经成为 一位教授 和一位教授 我记得 所有的错误 我做的 影响了 人轮延 当我看到 一位教授 或一位教授 一定会有 一位教授 它在我 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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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和 我建议和 他们 那是 那是 The New Charism Mis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mua orang membuat kesalahan, tetapi mereka tidak harus dipenuhi daripada peluang kedua itu Dalam program penghubungan rumah kami, kami tidak hanya fokus pada membantu mereka menghentikan penyakit dan keluar dari gang mereka Kami percaya dalam membuat mereka berkontribut kepada masyarakat dalam cara besar atau kecil Mereka akan melihat percayaan dengan keluarga dan mereka akan melihat percayaan dengan keluarga dan mereka akan melihat percayaan untuk mempunyai masa depan Authenticity mengenai percayaan dengan percayaan untuk mempunyai percayaan positif berubah true transformation happens when we feel love and people care deeply for you when you are in your bottommost pit 我现在有不同的热忱 我现在有不同的热忱,就是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曾经在这里受过帮助 现在我也学习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Our vision is believing in hope and advocating change We spend a lot of time listening to their problem, counselling them, guiding them and finding what are their strengths and turning them into constructive individual with a new mindset and the right attitude The mission of our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s to provide enhancement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 skill training and the livelihood so as to co-create value for and with the residents and help him to reintegrate back to the society as a person of value with self-respect Now, I have the custody of my daughter, the joy of my life I got married in 2011 and I have a 7-year-old daughter and now I am pursuing my tertiary studies I married the love of my life and I am glad that I can be serving together with her in the new Keris mission 我们可以透过荧幕上的QR码来电子奉献 也可以将纸票邮寄至教会办公室 有关更多奉献的详情可以踩入我们的网站 一年一度的感恩守望业聚会 今年我们即将会在线上进行 今年在12月31号晚上8点至9点30分 我们会透过Zoom一同而来数算神的恩典 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信息或想了解更多关于耶稣 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我们Instagram、Facebook或我们的祷告网 与我们来联系 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星期天依旧会在线上进行崇拜 我们星期天见 上帝赐福